有請部長跟董事長 有請部長跟歐董 你們兩個董事長 可以喔 身體沒有問題喔 不要講太差 王委員 部長 董事長 這個高鐵這個事情 我們做過以前的執政黨 做過現在的反對黨 反對黨 我們也有責任說 在那個時候我們沒有把事情處理好 我們當執政黨 一當過執政黨的不能推掉 但是我們很不敢 你現在把所謂高鐵的這種虧損 把它當作一個結論性的 就說這個是弊案 而且是民進黨時代裡面的官商構成 把它推論說是一個弊案 我請部長 大陸立委籌備處開始 頭到尾都插到啦 現在客公隔壁就是你的手來 完全全群處理 你最清楚啦 你認為 這個高鐵的整個事件 是一個弊案啊 謝謝王委員 我想 就是說 委員看這份報告 我們 我們的本案的處理 報告我看過你沒有寫 是一個弊案啊 我今天就是要請你做一個結論式的說明 我們是橫平的 基本上是中性的 我們是主張說 大家有質疑的地方 我們把所有的資訊攤開來公開化 大家甚至用最嚴格的標準來檢驗 好了 我告訴你 你如果不敢說我現在不想另外一種方式問你 你當過籌備處 的那個 那個 那個主任嘛 我只有當過一年八個月啦 對 你後 你也做會報告過 我請教你 現在你當作一個弊案要追究 你還是逃不了責任的 你接不接受 人家跟你講整個高鐵這是一個弊案 這樣的指責你接不接受 你做一個報告 我們不要先下這個結論 我再來告訴你 我們當一個民進黨 當一個曾經是執政黨 現在反對中 我們香港這樣感受 我要請教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想我們不會先下這個結論 就是大家有質疑 有所有有質疑的地方 我們都把相關的問題攤開來 把相關的資訊攤開來 然後大家一起來檢驗 檢驗之後我們再來下判斷 我想我想我處理這個問題 是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態度跟立場 我們跟五大股東也是這樣講 沒關係啦 你如果不敢說 我就說我們現在 包括國民黨的委員 包括在質詢的人 說得很清楚 這就是 你在那關山過節啦 你還給英雄 給高鐵 給他多少融資 讓他繼續下去 我現在把這個歷史 這個倒在我們再往前推一點點 這個有可能請歐董事長做說明 從原先開始 你有新建營運的保證 還有包括我們的應辦事項的保證 當初假如是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假如沒有是透過航華會 通過眾計社 繼續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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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 到四百億 到四百億嘛 對不對 那時候要關起來 要不要關 恐怕那時候就會有問題 對啊 那時候要關 那好 你現在歐董事長說 那時候有問題 可能要關門 關門的時候 以前的那個保證 是不是這個機制就啟動了 政府要強制收回啊 我雖然沒有參加那一段的新建 但是我在這一段時間 了解過去的這個執行的過程 我知道在新建期 其實也遇到幾次的困難 那麼也確實 那個時候還屬於新建期喔 還沒開始營運喔 就已經有資金的缺口 一定要再融資對不對 那當時 假如民進黨 他沒有用再給你四百億 但是你協助啊 就是要收回了嘛 我了解 那個時候就有困難 是不是對你拿回答對不對 對啦 依照合約的精神是不是這樣 是 所以你們現在就把講 欸 民進黨給他這麼多的錢 是給他更大的方便 更大的工程的 所謂的這個 他們在那 在那關上溝結 這個不公平的啦 我是不用這麼說啦 所以我要請到這個 這個歐董事長 很多講法 包括對立 包括我們做 做反對黨的人 我也很不公平 是怎麼你們裡面的一些技術啊 他真的有他的專業背景喔 那個是真正是專業的這種 副總啦 總工程師啦 那個一般外商的付費都是很高的 對 那個這個我們國際上的這種 大家的慣例是這樣沒有錯 但是你們問題出在哪裏呢 您這個公司 您這個高鐵公司 在了解啦 了解的時候齁 你現在讓人來講出來 連你也算進去 算你 也在算肥貓裡面啦 我不知道你這隻肥貓 你公正你是肥貓 是不是肥貓 還是大肥貓 中肥貓 還是小肥貓 你自己比較不想說你的心情 我們聽不懂 來部長你這麼說 讓他這樣心理路程齁 也讓他講一下 我聽說 您的感受怎麼樣 因為你有一個很大的公路啊 你去做CEO之後 你把這個肥貓 做一個肥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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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委員的質詢 那麼我也藉這機會 跟各位報告 以我過去長期從事公共建設的經驗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特殊的工程 在國內沒有有經驗人士的協助呢 它幾乎是沒有辦法運轉的 那麼特別 比方說小到一個駕駛 我們一個駕駛 要需要經過至少八個月以上的培訓 他才能夠上限 上限不代表他能夠應付危機 所以我們需要很多 為將近二十年以上經驗的 這些專家來協助我們 我們在處理工程的合約上 要達到跟國際能夠接軌 因為裡頭有太多特殊的產品 特殊的技術 我們都需要為雨籌 事先就有協商 特別很多問題是到營運期以後 才會發現 那麼這些都是要有很有經驗的人 那我今天也提到 包括像保險 我們這樣的一個高速鐵路的運轉 要去買保險 有哪一個國際的公司說 你如果都沒有經驗 我敢買給你保險 那就要很高的保費 那麼我們有這些人員在這邊協助我們 讓我們這樣的一個機制都能夠順利進行 讓我們的保費能夠降低 這也是我們過去幾年來 三年來能夠這樣保持高的準點率 我們的準點率高到99.3% 是全世界高鐵系統最高的 零事故 可靠度超過99% 那麼這些都是要靠這些人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要忍耐 做一個說明 你已經講到重點了 我是幾乎 差不多一個禮拜做四次到五次的高鐵 我是對高鐵 包括你所率領的員工 他們服務的品質 我是非常非常肯定的 這一點 你當執行長 你真的要對那些員工 表示衷心的感謝 你當然領導有方 但是他們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 從他們這個敬業的精神 我大部分都做敬老票商務艙 我外國人也跟他談過 也做過跟他聊過 他們都是比這樣 你們台灣有這個高鐵的品質 他們做結論非常好 但是我要一點 要請我們歐董事長說 你現在有陷入一個政治上的危機 你要講清楚 部長我請你去 就是說你現在 請你當董事長 你是韓國會的特別股東 以前給國民黨賣到要死 你韓國會散改章程 去台灣賣特別股 那是賣到差不多超頭去 你現在去給我 你做韓國會的代表 都叫民股 做當事長 所以銀行 已經銀行 融資要解 對不對 部長是不是這樣 沒有錯吧 但是首先報告 韓國會 修改章程這部分 在法院都已經OK了 沒有那個沒問題 我現在這個問題 已經 引起 你如果要繼續做當事長 不用說 不要談 沒有那是因為原始股東 這個 銀行團有要求 原始股東 不是那不快 銀行團聽你的啦 不會啦 銀行團聽你的啦 不會啦 銀行團聽你的啦 我請教你啦 為什麼引起不可以 只要懂這個歐 那個歐董可以呢 為什麼這樣 老百姓都在問我 這個銀行就義 你貪提 我們折舊的時間 都拖更長 這個事情就改靠了 為什麼不行 一定要 要歐董市長 要歐董市長 才可以呢 他們在問我說 幾年前 歐董市長 在這期清場 這個就是 馬英九佈住的暗樁 現在被民樁 所以取而太主 你是革命成功 人家怎麼問我這個事情 你怎麼說 我問你 因為我想 這個 這一次這個 這個就是說 戒心環救 整個的融資方案 會被卡住的話 最主要就是 銀行團 在我們 甲乙餅三方簽好了 這個 三方合約之後 進一步再談 融資協議的時候 他提出要 原始股東爭執 時間有限 最好 因為他 但是這一個 目前的原始股東 他們沒有爭執的意願 對 就是這樣 然後這樣就卡住了 最好 最好的時間 我要請求你 你的承諾 就是一定 不能再停 拼著也不能再降 你包括廟列講法 分寧 設斬 通常要設 我們都知道 那都騙人 那沒錢 不會不會 這個在我們整個融資的額度裡面 都有涵蓋 空白的支票 為了 你的管長的選舉 人家廟列也說要抗爭啊 只要融資 只要融資 可以遵地過關 這個都不是問題 選舉支票啦 都不是問題 我如果要警告歐董事長 你有沒有辦法 這個現在 要告訴你們 完全你們在住宿喔 你們真的人家 你自己在地上 要設戰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嘛 不用講話 這樣也不用回答 我都知道答案 你不用回答嗎 來我現在 我來我來拜託 大陸 那時候 他們非常驕傲 我如果為外牛 要用衛星照 照大陸啊 他有一個長城 萬里長城看得到 我們台灣 假如用高軌的衛星照 我們可以驕傲 是這條高軌 我一條長一長 所以也是 上面有一個地標 我們驕傲的指標 我拜託你 不管他是由南京的高 高軌 繼續經營 還是醫藥政府接管 我們一定要繼續 把它維持下去 維持高品質的這個 這樣好不好 是 好啦謝謝 謝謝 這是我最大的責任 好啦謝謝啦 好謝謝王委員 那蔡委員 是不是稍微等一下 有兩個這個 這個